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价值投资 台股今天再度的创下波段新高 这一路走来 圈老师的坚持 有没有办法帮你创造大波段行情 相信投票很清楚 从低档区 9213开始 沿路的压回 我都告诉同朋友要逢低成阶 我给你的策略 买进加码爆波段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改变 我不晓得同朋友 你有没有这样坚持下去 被动元件相关个股 不管任何一档 华兴科也好 你有没有办法从这边低档区 买进加码再低阶爆到今天 你有没有办法坚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包括2327的国具也是如此 包括6173的新商店 买完之后这边不动整理 我告诉你看涨不变 这两天亮灯 3026的合生堂也是一样 从这个低档区开始整理 横向整理即将转折向上告诉你 这边看法还会再涨 一样告诉你 昨天合生堂 我一样告诉新经营会员 做一个卡位动作 因为我知道还会再涨 所以坚持是需要专业的 对的坚持可以让你赚到大波段 但是不对的坚持 你是会越套越深 很多都没有买错股票 坚持下去 不肯换股 结果呢 把人在吃米粉 你在化修 把你的一个落势股 换到我的强势股 现在还有机会 现在还来得及 这个行情真的不等人 整个华新科的一个操作 1月10号打下来 哪有波段低点 你敢买吗 我说有承接买盘 139可以低接 往上走高回档 我说导型反转缺口已经出来了 会有波段走势 我讲的肯不肯定 会有波段走势 在1月10号 当天回档 来到154.5 既然会有波段走势 趁跌155再买 涨了32块钱的一个华新科 抱着 因为融资续减 照样低接 很清楚吧 1月23号的一个华新科 163还在低接 重要是即将封关了 涨了40块钱的华新科 30%了 抱着过年 抱着过年 我讲了几次了 1月28号 抱着啊 因为融资创下新低水位啊 买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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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进加码加码 来到波段新高181 我告诉你融资创下新低水位 很多都没有 害怕长假的到来 所以股票不管你有没有赚 先卖再说 那这两天的华新科 你敢买吗 你敢接吗 139是我带你买的 15163也是带我 我带你低接加码的嘛 所以整个华新科 告诉你要抱着过年 告诉你要抱着 太多次了 为什么要抱着 我不是讲过吗 这个岛型反转缺口 一旦出来了 会有波段走势吗 告诉你抱着是对的 因为昨天华新科 来到181.5 创下波段新高 今天华新科亮灯 198.5 今天我们太多党的 个股亮灯涨停板了 虽然大半数今天不动 今天大半数是跌7点 我在封关那一天 台股有点开高走低 我没有告诉过你 量价结构没有失控的台股 它还是会轮动轮涨 我讲得很肯定 所以今天我们太多党股票 都涨停了 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们有一个等级的会员 手中持股就是三党 全部亮灯 我有一个等级的会员 手中的持股就是三党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每个会员等级的持股 大概三党左右 那这个等级的会员 他们三党个股都亮灯涨停板 谢谢会员的支持 谢谢你们的续约更升级 谢谢老师会尽心经理 把我的绩效继续的带给你 因为这个盘真的还蛮好操作的 真的还蛮好赚的 国际1月4号打下来有承接买盘 290要跟我低接 我之前国际这边卖在400以上 还记得吧 打下来我说300以下买 绝对有价值 因为股价被严重低估 本益比不到四倍 290买国际302再加码 307一样低接国际 融资续集的一个国际 照样低接在314.5 很清楚 抱着过年 抱着 昨天创下波段新高352 今天又大涨9%左右 来到383 你有感觉弄得翻过吗 从这个低点上来 你有没有坚持住 你坚持得住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问你 你有没有办法从这个低档区买 沿路的低接 抱到今天 坚持是需要专业 如果你缺少这一份专业的领域 亲老师可以全然的带给你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分别 这么好做的行情涨到800点了 你不要跟我说你没有赚到大钱 如果你每天看我节目的 哪一次的回档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站在买帮吗 我没有一次有例外 所以我希望在未来 二月份的红包资金行情之后的 内股轮动轮涨的一个架构 每一段的主流 你都可以供逢其胜 信仓店 12月底长龙吞噬 买进信号出来了吗 58.8可以买 买了当然可以亮灯 1月11号有低点 还是可以低接信仓店 股价开始横向整理 1月16号 我说还会再涨 18号看法不变 昨天礼拜二 信仓店跟合生堂 空手者的新会员试驾买 资金部位大的 当然是指救会员可以再加码 昨天 昨天我做了什么动作 首先台股大涨93点 我在找盘第一通讯息 9点12分 被动元件 之前整理时间够久 昨天再度的发动 昨天礼拜二 注意买点跟加码点 昨天的被动元件 我还在买 我还在加码 今天被动元件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涨你买 昨天我们看对 我们做对 什么是看见未来 需要我帮你的 你就不用客气了 你再等 明天你又少赚一根 所以整一个信仓店昨天 9点15分 信仓店合生堂 是不是都市价买 是不是都市价买 还可以加码 65.9 信仓店我还在买 昨天不是亮灯 今天再度亮灯 我还要说什么 好没有 你有办法坚持到今天 这盘的难度不高 所以在一个晃动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在这个整理架构 没有高手陪你走过去 这两根掌停板 又跟你没有关系了 而生堂也是一样 你刚才不是看到吗 昨天不是只有信仓店 市价我还在买 和生堂9点15分 昨天和生堂 9点16分 是不是在117 市价买 今天亮灯128 一样创下波段新高 对 这低档区 这低档区 之前是不太动 但是我讲过 支撑是越定越高 我们讲得很清楚 难道是今天掌停板了 我才来跟你摇旗呐喊吗 幸好是会在一档股票 还没有亮灯掌停板以前 就先带会员卡位 我不是涨了一大段 或是这档股票突然亮灯 我才来跟你摇旗呐喊 事后放炮亮灯 有何屁用 我们要给你的是 低档区的绝佳买点 12月底的一个和生堂 103 拇指转折向上讯号 这边不太动 来到106 我都撑得还不错 可不可以买 支撑当然可以买 讲完之后 关键性的零门一角 跟你提醒 隔天马上大涨7% 接下来回档 我都亮说价稳支撑有手 看法不变 连续三根黑鸡棒在洗盘 你不会被洗掉 我带你 你就不会被洗掉 1月23号支撑越电越高 没有错吧 所以接下来 昨天的一个和生堂 我就告诉新京会员 一样可以再买 对 昨天呢 昨天礼拜二嘛 和生堂 117 试驾买 再加码 尽量的 这什么成果 这是用心悬股 用心带会的一个成果 你要找的是一个 值得你依靠的分析师 不是事后放发的分析师 每个分析师 当然都会强调 他的绩效多么亮丽 但是谁真的有能力 帮你创造涨停板 甚至破断行情 你看一下这一档详硕 赚了多少班了 真的变过 1月14号 形态突破 告诉你512可以买 买完之后560先跑一趟 48块钱 第一趟操作 没有错吧 接下来回档修正 541 穿价成交 再低接回来 来到620 卖 这一趟 541到620 79块钱嘛 所以两趟 48加79 是127块钱的绩效 620卖掉之后 我有看外吗 你看到他回档的时候 我告诉你下档有支撑 谁会在一档股票跌的时候 告诉你支撑了买点浮现了 看得懂了才敢这样分析 而不是每天都在介绍 涨停板的股票 而从来不跟你追踪一档股票的买进 跟一个晃动过程当中 以及最后的卖出的一个时机点 那个完整的操作流程性 需要专业的坚持 对的坚持才有机会赚到大波段 不对的坚持 你真的会越套越深 如果你现在手中还有一些 不太会动的股票 或是越沉越低的股票 换一下 换一个姿态换一个个股 姿态请老师帮你调整 我帮你调整得快 不然你坐在旁边看 不会动的你还是不会动 人性的一个弱点 就是有惰性 总之要等到股票涨的时候 赚钱的时候才想卖嘛 你是不是人家这样做 所以呢股票才会越买越多啊 不懂得换股 强势股就跟你没有缘分啊 所以这档强势股详硕啊 之前赚了127块钱之后 当他回档修正 我告诉你有支撑啊 既然有支撑 逢低接回再560 四天止跌啊 有机会五天转折向上啊 560接回之后 有没有来到598 接下来开放盘来到638 今天的一个详硕呢 来到668 第三趟的操作 从560到668 108块钱 三趟累计计较 加一加嘛 127加108 235 买一张就好了 235千 如果你有能力买10张的呢 235万 这是什么行情 这是大行情 跟着大格局的老师 你才有办法抓到标股 你才有办法赚到波段 只是说今天要提醒你的是 享受明后天不要乱追啊 因为明后天我会卖啦 我先跟你预告 我先跟你预告 明后天的享受我会卖 好不好 谢老师是这位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包括今天台股呢 来到钱波高点附近 5G的功率放大 去的相关个股 我今天有做调解 我等一下会跟你细说分明 昂宝 今天来到波段高 黄金右脚买点在163.5 170是我带你加码的 短线今天不要乱追啊 压回可以承接 我自然会通知我的会员 GIS今天有利空 低计营收不如预期 因为是淡计 有这样的利空 股价有跌停板吗 GIS这个落底的买点 经过瓶盖股的利空 已经来到一个波段低点了吗 这次的短线的利空 有让它重做吗 既然没有 它的后市 当然还有机会往上推高 有低点还是可以承接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介绍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常识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成组部蔡老师 2019年金珠 红包三层送 送您两万大红包 汇齐再从三月请善 财存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传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财存入部蔡老师 2019年金珠 红包三层送 送您两万大红包 汇齐再从三月请善 财存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阿鲁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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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鲁雅不是你唯王 超过真高兴 對啊 因為看到阿公每天都很開心 我就參加政府基盤的活動這麼出味 像1966 豆硝觀眾圓會來賓國 如果真親切 他們的照顧也讓人很感謝 你看 政府對老人的負負很多賺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今天台股最高來到10140 前波高點10148 面臨前波高點如果有些個股 它漲不太動了 該賣我自然會帶會 安全的獲利下車 股票就是一買一賣決定你的輸贏 金老師會不會帶進 會不會帶出 相信這個流程性很清楚啊 負責任的分析師 不怕你知道他的買點跟賣點 這檔文貌 5G功力放大器的 1月21號 我說我去年度4月份315賣掉的 差了189塊錢到126 首度接回啊 因為整理了三個月嘛 大波動的一個時間轉折 攻擊量出來了 22號 134.5還在低階 漲了24%的一個文貌 感覺每天都在賺 重點當他回檔修正 不賣啊 29號 跌到144還是不賣啊 把人再買啊 30號 封關了 抱著過年 文貌 我說要抱波段嘛 我有沒有付諸我的行動 告訴你報股過年之後 開紅盤 文貌就大漲9% 昨天又大漲9.3% 光這兩天就將近兩成啊 今天文貌創下波段新高 最高182.5 我177賣 45%落袋 今天文貌9點半 創波段高 177附近先停領賣出 30分 文貌的股價在178 你自己對時對價 177保證一定成交啊 因為當時價位在178嘛 賣掉之後 回盤162.5 有沒有賣對 有沒有賣對 很清楚的一個操盤的節奏啊 從這個位置發動的買點 到今天創新高的停領點 很清楚啊 超過4成的一個行情是怎麼掌握的 這就是同朋友 你最需要的一項見解嘛 什麼價位可以買 什麼價位該出 嗯 能做到這樣的一個模式 相信 未來的股票市場上的一個利潤 你真的是 可以像 人家說嘛 倒地 二斤 不會說比較困難啊 因為這個行情還蠻簡單的 那文貌既然拔檔了 另外一檔 5G功率放大器的全新 今天68.6 一樣賣 9點40分 全新68.6賣 當作價格在68.7啊 所以68.6一定賣得掉 尾盤掉到67 我又賣對了 在波段高的同時賣全新 宏傑科一樣 5G功率放大器的 今天46.25賣 9點41分 宏傑科46以上就賣出 當作價位在46.25啊 賣啊 尾盤46.1啊 所以把一些漲多的 不太動的個股 賣掉的資金 當然準備明天 重新布局新的標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 有資金 願意跟欣賀老師合作的 明天 什麼 一樣的個股 可以切入 我們同步的來進場 包括你那些弱勢股 真的不太會動 換到欣賀老師的強勢股 你才有機會反敗為勝 環球金這檔氣金元的 每次的高點是我帶你賣的嘛 355跟354啊 這一波段賺209塊錢 超過一倍啊 來到12月19號320 我說你還是要賣 不賣就掉下來了啊 掉下來1月7號說 台上來要會賣 因為會見高點 285提醒你要賣 直到它跌不下去的 來到259.5 1月18號告訴你要準備好 要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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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啊不 我為什麼叫你要準備好 要準備好 因為要出手了嘛 所以1月18號的環球星 263買回 低接 低接完之後亮燈 290 263買回嘛 來到這個缺口支撐啊 接回嘛 然後上去我告訴你 那會要找買點 因為融資大減 28號提醒你啊 拉回找買點啊 隔天有沒有拉回 你有沒有跟著買 280再買 30號292.5 開到滿之後來到318 今天環球星來到345 來到345 光是263的基本單 280加碼 但是不用算了吧 從263啊 354 320 285 是我帶你要賣的一個時機跟位置 高點賣掉263輕鬆的接回啊 缺口叫支撐 263到今天345 基本單一張82塊錢 10張82萬 這樣的操作模式 我不曉得有沒有 你還在要求什麼 去想一想為什麼會員 不停的續約更升級 你去想這個問題就好了 台股今天來到前波高 稍微鈍一下 稍微停滯一下很正常 那在這個前波高附近晃動過程當中 你所看到的是今天我們個股 搶搶棍 被動元件不是漲停就大漲 矽晶圓的概念股票環球星 今天來到波段新高啊 今天來到波段新高啊 這個位置263是我帶你低接的 所以我在封關前有沒有特別的告訴你 其他矽晶圓的概念股票 合金 中美金 台聖科一樣跟我買 合金 1月30號封關那一天 我說有機會啊 他是黑街棒耶 我有沒有買 1月30號的合金 10點15分 三市附近買 我會把會員的一檔股票賣掉 因為表現不如預期 去轉買合金啊 把不會動的換到會大漲的股票 那才是操作之道啊 這檔合金 普通會員的持股 34塊錢買 1月30號黑街棒 買在34 開紅盤那一天 2月11號 合金空手者34.6買 當時候價位在34.5 再買 我連買兩天啊 34買 34.6買 禮拜二 昨天來到35.25 金銀合金亮燈 38.75了 在他還沒有漲停盤以前 我帶我的普通會員 低檔做承接 當我的普通會員一樣很幸福 一樣賺漲停 中美金 佛工館那一天 1月30號黑街棒 64.5有機會當然要買 昨天來到67.6上漲了對不對 我說籌碼是越來越漂亮 它當然會再漲 今天中美金呢 不僅漲還漲停盤 74.3啊 台勝科 封關那一天 1.22有機會 要低接 昨天來到1.25 今天來到1.32 買一個等級的會員 至少都有一檔 細菌的概念股票 至少都有一檔的被動元件的相關個股 台股不動 是指數來到前波高點 但是類股輪動輪漲的一個架構 這個行情 趁著大盤指數在震盪過程當中 明天有什麼個股可以進場可以佈局 歡迎加入金老師的行業 這個紅包三重送 我在這禮拜一特別跟公司要求啊 再延一個禮拜 本來公司是過年前就要結案了 因為當時的招收會員人數 一定達到公司的要求 但是我說過 我不希望你措施二月份 紅包基金大行情 以及未來波動主流個股的掌握程度 所以再延一個禮拜 延到元宵節 我們國人過了元宵 過年才真正結束嗎 沾沾一下金老師的喜氣跟福氣 送你兩個現金紅包帶之外 另外第三個紅包 現在加入會員就從3月1號開始起算 盡力把握 明天見 需要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線上直播最緊實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賺動作故 賺動作故 蔡老師 2019 銀金珠 紅包三重送 送您兩萬大紅包 匯齐 再從3月起算 全村線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成龍肚 蔡老師擅長基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忠有20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歷經多次萬點與空投 積極拜訪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補局 透析大盤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景動作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代盡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計較 零我攻守 正能追求 財富路上的良師益友 蔡老師入匯開線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人家手工開運印章 頂級手工銀行硬件 公司箱材質100種 期待章 推毛筆免費嬰兒立法 台北2922 6422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有瓦斯行